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在容器中所执行的操作包括对数据的内容的修改式上都是保存在最上层之上的 而对下层内容的操作 假如说它要删除一个文件或删除某个一次事先存在的文件 那我们需要使用所谓的叫写实复制 我们称为叫CAL的机制来实现 OK 简单一句的强调 这样的概念 这个写实复制它所实现的效果就如这幅图中所示 给我来看 首先 如果一个文件在最底层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天下的一个文件 然后如果在layer1上面 我们给它标记为删除 要真正执行删除只能标记为删除 然后假如现在最高的层级是用户看到的叫layer2 实际上在layer2上就看不见了一个文件 多少个逻辑 在layer0上所存在的某一个文件 在layer2上我们也能删除掉 从而用户一样看不见 但只是标记为删除 我们说过很多次 接着 layer1上的文件标记为删除 以及layer0上的文件 在layer1上改了 在layer2上也删除 反正意思是 在到达最上层之前 我们如果把它标记为了删除 对于这个最上层的用户一定是不可见的 如果没标记为删除的 或者是标记为删除了 但用户在最上层又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同名文件 用户才可见 所以给我看右侧这些文件 类型 首先 无论是layer0上添加 layer1上添加 这都是直接可见的 在layer2上直接添加的 它也是直接可见 所以这些都是用户能够访问到的文件 同样的 在底层上存在 或者在底层上存在以后被删除 但是在最上层 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所谓的创建 或者修改类的操作的话 那么对上层用户来讲 它也是可见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 镜像内部 其文件系统层级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 我们且不说这种方式 用户到底对哪些内容可见了 各位应该知道 对这种方式来讲 我们去访问一个文件 你的修改删除等一类的操作 一般效率应该会非常的低 对不对 因为毕竟隔了这么多层 它要不断地去隐藏 而且不是真正的删除等一类的操作 所以会非常的 效率会非常的低 在访问和使用时 那代表我们的直接结果就是 如果我们期望能够 尤其是那些对Io要求较高的应用 比如像 Renis 它在实现持绩化存储的时候 这样的存储系统 势必对在底层应用数据存储时 性能要求较高 比如说 我们如果运行了一个所谓的存储服务 叫MariiDB 或者是MySQL 我可以试想一下 MySQL本来对于Io要求就较高 如果我们MySQL运行又是写在一个运行在容器中 MySQL自己的文件系统之上 就在你联合化的文件系统的最上科写层上的时候 那么在容器停止时 它也会删除 且不受 那么在实现数据存取 使其效率比较低 也是必然的这种情形 那我们在曾经第一次课中就讲到过 要想绕过这种使用的限制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存储券的机制来实现 所以存储券 我们可以简单想象成 在社群级的名称空间当中 我们也可以以为就是宿主机好了以后 它会成为 在宿主机当中 找了一个本地文件系统 就是我们主机级的自己的文件系统 之上呢 我们可能存在某一目录 然后把这个目录 直接与容器内部的文件系统之上的某一目录 或者叫某一目录路径 建立所谓的绑定关系 实际上文件也可以 我们这里特别强调目录 是因为目录用不比较常见一点 好的 那也就意味着 就像我们此前的卦载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 data目录下 存在一个web 这样的目录 我们把容器内的dataweb 与我们宿主机制上的某一目录 比如叫做contenters data 叫做web 这个目录建立了绑定关系 随后容器内的进程 向这个目录中写数据的时候 是直接被写在宿主机的这个目录上的 各位 在我们此前学习使用Map命令的时候 各位应该就知道 我们使用Map杠杠半的 就能够让每个目录建立绑定关系 对吧 OK 这里其实所实现的效果非常相似 所以这样就使得我们容器内的进程 在实现数据保存时能跳过或者能绕过容器内文件系统的限制 从而于宿主机的文件系统建立了关联关系 使得我们可以在宿主机和容器内共享数据和内容 同样的也可以让容器直接访问宿主机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让宿主机直接向容器攻击内容 二者是同步的 这就相当于说 我们此言一句讲Map这个文件系统 Map这样一个名称空间 对于所有容器来讲本来也是隔离的 对不对 OK 但是我们却可以让两个本来是隔离的文件系统 在某个子路径上建立一定程度的绑定关系 从而使得在两个容器之间的文件系统的某个子路径上 不再是隔离的 而且能够实现一定印象的共享的效果 好的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关联关系 使得能够让容器之间在跨文件系统共享数据时 变得比较容易了 而在宿主机上的这个目录 就是跟容器内文件系统建立绑定关系的一个目录 相对于容器来讲 就被称之为叫做Volume 我把称之为叫J 很多时候为了加以区别 给了各位图一下这种顺 我们可能把它叫存储券 就好了 OK 那我们有说过 如果所有的 或者容器内这个进程的所有有效数据 都是保存在存储券 从而脱离了容器自身文件系统以后 那大家的好处就是 当容器关闭 甚至并删除时 我们都不用担心数据丢失了 对吗 只要不删除 与之绑定的在宿主机上的这样一个存储目录就可以 因此我们就能够实现 数据持久 脱离容器的生命周期而持久 这样一来的好处我们也曾经讲过 即便容器停止完以后 就直接被删除 大家记得我们此前创建容器 老是加一个-RM选项对吧 容器一关闭就立即算什么 删除了 但是随后再次重建这个容器时 如果我们能让它使用到或者关联到同一个存储券上 再创建出来的容器 虽然已经不是此前那个容器了 但数据是不是还是那个数据 OK 这就特别类似于我们在上面这个有提到过 进程的运行逻辑是一样 进程本身不保存和数据 数据应该都在进程之外的文件系统上 或者是专业的存储服务之上 因此 进程每一次停止 进程就终止 进程就不见了 本身本地保留的只有 进程所属的程序文件 那么对容器来讲就是如此 以后容器自身 就当作一个完全有生命周期的动态对象来使用 容器官网 就是容器删除的时候 二号 但底层的镜像文件是一直在的 所以我们随后可以基于镜像 同时再重新启动这个容器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启动容器和启动进程时 有一个特定态一样 启动容器需要向容器内的程序 所传递的选项比较多 对不对 我们规定每一次都能记得这些选项 所以上次我启动容器时 到底被关联到了哪个或哪些券商 我现在启动时忘记了怎么办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很难复现 一个一模一样的进程 一个一模一样的容器了 或者叫做 对不对 因此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最好能用一个文件 保存一下来是如何启动 并创建容器的相方配置 那可以有多好 那这一般都是容器编排工具的作用 我们自己使用Docker 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在命中 去启动 如果可以 能让Docker读一个文件 里面包含Docker启动时 所关联的所有的 比如关联的卷 启动时传的参数 等等等等 那就好很多了 那实际上Docker 虽然能读 但是它这样子 也只能编排一个容器 所以我们说 后续我们都需要专业的容器 编排工具 来实现这个功能 也就是这样 这也是原因之一了 那随后 我还要讲到 有很多其他的情形 另外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来管理容器 它带给我们的优势 还有一项 容器就可以不拒于 不待于 启动在哪一台主机之上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现在 有多个Dockerhost 更重要的是 它所关联的卷 其实也不是 速度机本地的文件系统 假设 我使用一个 共享的文件系统 比如像NFS 找一个NFS服务器 共享零幕录 然后呢 这每一个 Docker主机 Docker速度机 挂载了NFS目录 那么很显然 对于速度机来讲 这好像就是 本地的目录一样 对不对 你先确保速度机 能驱动 并连接至后端的 存储服务上去 那也就意味着 这每一个速度机 得首先是NFS的客户端 并正常实现的挂载 那于是它本地 就文件系统了 在这个速度机之上 我们启动某一个容器时 容器使用自己的 对自己本地的某个路径 我们假设还是目录 关联到了速度机之上的 某个目录 而这个目录 恰恰是NFS之上的 一个对应的路径 或者一个文件系统 子路径 那么很显然 随后当这个容器启动 比如Rinus 假设保存数据 当它保存了速度机之上 实际上是保存哪儿的 NFS之上的 还是哪儿的 所以当这个容器停止以后 就自动被删除了 之所以被删除 还有一个好处在于 以后下次再启动这个容器 是启动哪儿 就不一定会得 仅限于这个主机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实现 全集群范围内 来调度容器的启动和运行 比如现在启动到 第二台主机上 一样的 只要NFS上的数据目录 也仍在 只要这个容宿主机 依然能关联到 NFS之上 那么于是 它也叫人能够放到 请内容的数据 因此 我们以后 再去分配 存储计算和内存资源 的时候 就不局限在单机之上 而可以在 集群范围内 在多机范围内进行 就干净大一点建立起来 这种计算 我们在上级约都听到过 它就是云计算 对吧 我们所谓的云里物理的计算 OK 好的 而这种工具 其实我们也说过 目前来讲 各种所谓的 Dotter的编排工具 这几种主流的 基本都能实现 此类功能 但是大家也没发现 这背后严重依赖 一个组件 叫什么 共享存储行动 对吧 OK 这是因为考虑到 我们的容器应用 是需要持久存储数据 是有可能是有状态的 如果你讨历了NFS的反向代理 它有没有必要存储数据 如果是个NFS的反向代理 它有没有必要存储数据 其实我们的应用 我们此前反复强调 它可以分为 有状态和无状态两种 对吧 其中有状态应用 我们是认为说 当前这一次连接请求的处理 一定与此前的处理 是有关联 有关联关系的 而无状态应用 它的前后应用处理 是没有关联关系的 大多数有状态应用 都是需要持久存储数据的 比如像Mexico Redis 它们都算是有状态的应用 都需要前后存储数据 像Endings做反代服务器 就属于纯粹的无状态应用 但如果是TownCat 其实在应用上来讲 它就是有状态 但是它有可能并不需要持久存储数据 因为它的session都是保存在内存中就可以 实际上这样会导致 一旦节点档机 session就丢失了 如果有必要 我们也应该让它做持久 那么这么一来 它也是有状态的 所以建立一些这个概念来 那么任何有状态的应用 都是需要持久存储数据 你这么来理解 其实虽然并非如此 虽然并非如此 但各位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的应用 从它所谓是有状态 还是无状态 以及是否需要持久存储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给它存 定义成一个正交的坐标系 它是有着正交关系的坐标系 假如说 来看这是横轴和纵轴 第一向前 我们假如说纵轴这个表示 上面表示叫有状态 下面表示叫无状态 横轴右侧表示叫需要存储 左侧表示叫不需要存储 这有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向前 对吧 一二三个四个向前 所以我们这是一种叫正交关系 在第一向前当中表示那些 有状态且需要存储的 大多数的存储服务 像Mansico Redis等等 都是有状态 且需要持久存储 就是在第一向前 明白了我在说什么 OK 有些是有状态 但无需持久存储的 像刚刚刚在解释过了 比如像Tom Cass 如果只是在内存中保存绘画 不去丢失 丢失了无所谓 那么它就是一种 有状态 无需持久存储 还有一种就是 无状态 也无需存储的数据 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各种反向代理服务器 都是如此 还有我们的LVS 它也无状态 按道理来讲 对不对 每一个连接情绪都是 被当作一个独立的请求 而被调度 它本地也不需要 保存任何数据 所以叫无状态 无持久存储数据 那么第四向前就叫做 有状态 I'm sorry 要有无状态 但需要持久存储数据 这种极少劲 或者不多劲 了解就行 OK 我们将来运维 这很多数运用程序 而且运维起来最难的 是哪一类 有状态 且需要持久的 它需要我们大量运维 经验和运维 操作步骤的支撑 才能工作起来 比如你做一个 马西克的主从 你想想是不是 它需要我们的运维知识 运维技能 运维经验 柔和进去 你才能比如实现 所谓的叫什么 部署 扩展 就是扩容或者缩容 还有出现问题以后的修复 你必须要了解 你的整个集群规模有多大 一定有几个主节点 有几个从节点 那么从节点 指向的主节点是谁 从节点上面 只负责了哪些数据库 你必须要一清二楚 接下来我们才能够 在它出现固扎 是进行修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完全 强依赖于我们的运维经验 对于无状态的这事 就非常简单 大家知道 我们要装一个endings 你加上install 给tick配软件 就启动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再一个endings 不够怎么办 再起一个 它跟此前那种 没有人的关系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比较逻辑 对于无状态的意义来讲 我们可以非常迅速地 实现复制 在运维上是可以实现自动化 很容易的 但是对于有状态的来讲 这几乎是目前来说 我们脱离不了运维 相关人员运维技能 来做管理的一个维度 因此极少有平台 能在这个功能上 在这个层次上 取代运维人员的工作 就连k8s也不能早期 现在k8s也有一些相当工具 能实现类似的功用 但后面会来讲 对东西在k8s上 也是非常困难的 到现在为止 其实也依然会成熟 好的 因此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讲 Docker这种存数据 在这里的 我们运行为一个容器时 但您得考虑到 假设我们不把它当作分布式的逻辑 即便不把它当作分布式的应用来运行 我们运行一个单一的MySQL 它也需要持久存数据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且没有说分布式 如果要说分布式 那就更麻烦了 那同样的 Reddit也是一样的逻辑 但我们又不止一次强调说 如果说我们期望 对应的这种应用程序 能夸多机被调出的话 这里就必须涉及到 它在下一次 在其他数据上被启动时 能找到此前持久存数据 否则你这种启动和运行 它延然已经不再是 你此前所正在运行的那种应用 您会让它复原 它在从零开始 这对我们的实际生产应用来讲 是不合适的 因此持久数据是必须且必备的条件 因此 我再请那一杯 对于这种所谓的 有状态类的应用来讲 不用存存权 数据只能放在容器本地 假如你能接受 它都存出效率 但是它会导致你的容器 没法被迁移 就相当于跟我们什么 当前的这个数据就绑定了 我应该说明白了吧 而且随着容器 声明周期中止 比如它停了 你也不能把它删除 只能等待让它出去停止状态 下次再启动数据还在 否则如果你删了再启动 数据就没了 因为它的可写层是随于容器 是因为周期而存在的 所以这么一来 大家应该一定建立一些一个 牢牢建立一些一个概念了 对于有状态应用 几乎存储卷是 只要它需要持久存数据 持久它的存储卷 几乎是应该就是必须的 OK 不过呢 对Docker来讲 它的存储卷用起来 并没有我们假想的这么麻烦 因为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 这种强大的功能 至少说你如果不接触于自己的额外的体系 来组织这个维度的话 因为Docker的存储卷默认情况下 是使用其所在的宿主机之上的 本地文件系统默论 也就是说你的宿主机 自己有一块瓷汗 这个瓷汗并没有共享给其他的Docker主机 而好呢 这个容器所使用的木木 就那个存储卷是关门了宿主机的瓷汗上的 用乌入而已 也就意味着这个容器在当前的一个数据上 你停了 甚至删了 再创建 只要能关门的存储卷 就是它的数据才存在 但我把它调落到下主件才能能吗 不能吗 这也是Docker本身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说Docker默认 存储卷就是Docker主机本地的 它并不是我们刚才已经描述的说 我们使用一个共享存储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自己真正建几个Docker主机 我们自己手动去做一个Docker主机 自己手动让Docker主机都把它挂上来 它就能达到我们目的了对吧 能不能听我的事吗 但是这样一来 有一个缺陷在于 你会发现 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是强依赖于 运用人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OK 好 我想理解到好地 把前提描述清楚了 好了 那因此 为什么会运用到数据圈 可以把我们当中描述 总结一下 关闭并重启容器 其数据不受益件 但删除容器 数据会丢失了 因此 容器自身存在的问题 因为它的数据第一 存储在联合挂载的文件系统中 不异于被宿主机所放弯 第二 容器兼数据共享也不会很方便 第三 删除容器 其数据会丢失 所以Docker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就是存储券 我称叫Volum 券本身是容器上的一个 或多个目录 之所以叫多个 那是因为那是多个券 一个券就是一个目录 此类目录可绕过联合文件系统 与宿主机之上的某目录 建立绑定关系 比如这里的容器中的Volum 因为我们宿主机上Volum 下的VFS DL下的某一个路径 建立绑定关系 于是我们在容器内向这个目录下 存储的数据 或者从这里边访问的数据 都是来自于这个目录当中的 所以这个UID并不是UserID 它表示这是你的券 存储券的ID号 OK 那底下的路径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解决方案 那咱来看一下 BetaVolum 它是怎么被管理的 在Docker之上 如果我们要用到存储券的话 我们不必要自己手动去创建 当然实际上虽然也可以 它的用方式是 当我们需要用到存储券的时候 你只需要再启动或创建Docker容器 一般是创建 比如create或是run的时候 在容器初始化是自动被创建 然后启动容器完以后 它自动建立所谓的绑定 或关了远关系 所以我说存储券的初衷 是独立于容器的生命周期 实现数据持久化 因此默认情况下 删除容器是不会删除去 不过就像我们此前删除用户 你可以使用Uder 该要看R 能删除用户的加目一样 如果我们删除容器 是使用特殊的选项 也可以一并删除容器的存储券 你可以做到 但是默认它是不这么干的 所以从而有了存储券以后 我们在Docker容器内部的程序 在实现读写数据时 各位看 如果你写了跟上 它依然保存在我们的什么 联合挂在文件系统之中 如果我们要写在一个叫卷的目录上 被组织成卷的目录上 它就写在哪儿出来 卷上来 就是一个数据的关联目录上去的 大家知道 程序运行过程当中 经常会生产很多的临时数据 对吧 临时数据会保存在 TNP模录上 而TNP模录通常不是卷 所以它们通常写在哪儿啊 自己的可写层当中 就这些数据当然 随着容器的删除 删除而被删除 是没有任何致命影响的 对吧 没有问题的 只有那些关键型的数据 我们才需要把它保存在 存储券上 好 大家已经了解 OK 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 对 当时来讲 它有两种类型的存储券 第一种 叫绑定挂载券 Band Mountain Volume 我一边该怎么翻译 所以我就直接翻译了 叫绑定挂载券 OK 所谓绑定挂载券 简单来讲就是 在宿主级上的路径 你需要人工指定一个特定路径 在容器内的路径 也需要指定一个特定路径 让二者两个已知路径 建立挂载关系 能听我的说什么吗 OK 叫绑定挂载券 第二种券叫 Docker管理的券 所谓Docker管理券指的是 我们只需要在容器内 指定容器内的挂载点 是什么 而被绑定的是宿主级上的 哪个路径下的路 木路 你不需要管 由容器 引擎Docker的Demon 自行创建一个空木路 或者使用一个已存在木路 与你的存储券够性 建立过两个关系 所以这个木路 用户是不需要指的 它是自动有DockerDemon所维护 而且它预定俗指的 位于某个特定目路下 券名称 目路名称通常是ID号 很常的ID号 那这种方式 就极大的解脱了用户 在使用券式的这种 偶合关系 但缺陷在于 用户没法指定使用哪个目路 所以作为临时存储 就是我们新触出化的一个容器 给它提供一个空间 能用的时候 非常有效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券删除了 sorry 把容器删除了 下次重建容器时 你就必须使用防定够的方式 不然的话 它有可能会给你重新出化一个 临时的另外一个券 明白我说什么吗 好的 这是Docker 有两种类型的券 一种是 宿主机上的目路 和容器里的目路 你都必须要明确指定的 叫防定够的券 一种是我们只需要指定 容器里的目路 宿主机上的目路 有它在某一特定目路下 自动创建一个自动关联 用户无需指定 这种旧效果 Docker管理的券 好的 那可以试一试 要想在Docker中使用存口券 办法非常简单 我在Docker Run的时候 加一个杠 V指定一个目路 但刚刚是指了一个目路 对吧 这是容器里的目路 没有给 宿主机上的目路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 叫Docker管理的券 没错 没错 那第二种 我们在指定了宿主机的容器里的目路 又在其前方指定了宿主机上的特定路径 所以我这里只是使用了一个符号 我们自己把它改成具体路径的 OK 像这种就叫做放令化在地区 OK 来我们操作一下试试 给我来看 我们依然用我们此前使用的 Node 1 Node 2 故意来进行寿命 看下Node 1 Node 1来讲 我们Docker是不是在启动运行当中呢 一个类型的 我们使用Docker Imagin-ls Docker-ps 大家看 这是我们此前曾经启动过的容器对吧 可以不管它呢 我再重新创建一个好了 于是我们使用Docker Run -name 叫 第2 可以已经有了 接着 -it 我们进入它的交货式介绍 然后使用-v 比如我们就挂在个DataWeb线 然后就挂在Data下也行 绑定的路径 这个路径默认应该是不存在的 然后我们使用BeezyBox BeezyBox 来运行 四容器 pitch up 好了 容器清晰起来了 我们RMC压根 给我看 这里立即有一个Data目录了吗 好的 那这个Data路到底是属于哪儿的路径 与哪儿的存在有何的关系啊 我们去探测一下容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Docker Instact 看一下Bee2 我们看到 对于Bee2来讲 这里告诉我们Volume叫什么 Beta Beta 那这个Volume到底是与谁建立的关键关系 在Month 这一段当中 也说明 背影的 类型叫做Volume 目标路径 就是我们在容器的路径是 Beta 而 GEN的名称 这是个UID 叫做Volume GEN名称 或者叫GENID 而这个对应的GEN是哪儿 这是它真正关联的那个路径 在Volume LiveDocker Volume GENID 之下的下方线开设的Data 目标 所以 我可以直接CG到一个路里边来 在这儿位置的 我直接在对案 在宿主机上建个文件 你认为在容器里能不能看到键 试一试 那我们 在这里比如建一个 Echo一个 Hello Container 写到 我们一个叫做Test Test.html的文件 给我们解释了 所以叫做文件就写 然后 在这边 我们来LS一下Data 有没有 OK 一样的国际 我们在容器内 去操作的一个数据 做到任何修改 在输入机上也完全能看见 比如 Echo一个 嗯 Hello COST 给它追加到 Veta Test 这个文件中 我们回到输入机上来看 看一下一下这个文件 有没有 OK 所以我们就非常方便地能实现 在容器和输入机之间 共享数据了 而且这个路径 它也的确是由输入机 自动生成的 可以理解了吧 这是第一种 叫有刀客管理的卷 那来看第二种 我称之后叫 绑丁挂载卷 我先把这个容器 给它停掉 让它影响 我才刚刚RM了 那我现在是用来删除 是用刀客 RM B2 再起动一次 这次我们把这个 RunB2的时候呢 我们 -V Data的时候 在输入 指定 对于在前面的路径 是输入机路径 比如我们指定为 叫 containers 或者 Data containers DataVolumes 也行 叫DataVolumes 给B2用了去 但是关闭到B2上呢 只放在Data下 能看能够 好 给它我再关闭这个容器 存储去路径 依然是Data对吧 而South是DataVolumes DataVolumes 这就说得很清楚 硅价 你只要找Miles 这一段 写的很清楚了 对应的 那这个路径 在我们的输入机上 事先存在预考啊 好像我们 我们也没有创建 对不对 那会不会自动创建呢 DataVolumes DataVolumes 会不会 会的 所以默认 情况下 如果在输入机上 指定路径 不存在 它也会自动创建 但你必须明确指定 一个路径 这是与 所谓高科广电卷的 不同之处 那他们的使用方式 平常的应该是 一模一样的 我在里边 做的任何编辑操作 在容器内部 可直接使用 那而且它具有了 持久能力 当然第一种 也有持久能力 我们俩顺道演示一下 比如 我私在这领域里边来 创建的叫 EindexinHTML的文件 加上一个消息 比如这些 BZBOX的HTTPD SERVER 我们经常以前都用 对吧 OK 那好 没出 没关键 但是容器内 跟你我们刚才的理解 是一定能看见这个文件 我们开启一下 Data下的 Eindex 没有对吧 好 退出容器 各位知道 这个容器 我们加了看看 RM选项 一退出也就 没了 我们RMS BZBOX 我们使用Docker PS 看完A 你看到 B2是一定是没了 好的 当然我们可以过滤一下 B2 这个我现在先拨好地插开 那于是 但是注意这个文件是依然存在的 你去打个对看一下 文件路径 所以在输入接上 文件一直是存在的 我下次再启动时 仍然指定朋友的选项 Data Volumes B2 与这儿的Data 建立 没关系 甚至你也可以坏路径 都没问题 比如与Data Web HTML 建立 没关系 这次换一个 汇车 我们直接去 CutData Web HTML 的Intense 文件 是否可以直接搞了它使用了 这就是持久的利益 推出 它被筛了 再常见 数据还在 CutData Web HTML 看没有了 所以 它有了持久功能 有了脱离容 容器生命周期的持久功能 OK 这儿我们讲到的 第二种卷 也我们把它称呼叫做 绑定挂载卷 好的 那无论是哪种卷 刚才各位看到了 实际上它的 绑定关系 都是保存在 Math 当不懂 对不对 OK 其实我们在使用 Docker Einspect 去查看 去探测 容器的相关消息时 可以使用 Go模板 Go Template 就像我们此前使用 Answer的时候 大家记得 Answer中是不是也 可以使用模板 它用的是 Gindia 2 是吧 而Docker用的是 Go模板 因为它是用 Go语言开发的 Answer是使用 Pattern语言所开发 所以它用的是 Pattern的Gindia 2 模板 这点够要注意 好 那于是 对此处来讲 我们就可以 使用模板方式 来过滤相关消息的 比如说 Docker Einspect 使用-F 它的过滤方式就是 内部这里显示在 你们发现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 我先不加上 很消息的 给我看一眼 这用V2 到这儿是什么 从开始 E和结束 这是什么 这叫什么 综合号 列表 OK 列表内 这是 从这开始 到这结束 这是什么 映射 叫哈希 或者叫 这个关联数组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 这是一个 Json数组 所以这个Json数组 来讲大家发现 它有很多 子元素 这是第一个 键和值 都好得开 第二个 键值 都好得开 看懂了吧 OK 只不过它内部 还有前套 其他的关联数组 注意 哈希是可以前套 最相当的模式的数组 是可以有二维的 不是吗 二维数组 三维数组都可以 所以 这里是一个键 而它的值 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 阶层数组 又是一个阶层数据 文档 叫阶层文档 可能较合这一点 然后 因此这里就有了二极限 它这个二极限 表示的就是 State.Status 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类似于这种格式 好 当我们去获取 其中某一段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说 这是从根开始的ID 再到 对你的接算数据来讲 那 这个Status的上一集 叫State 那State的上一集是谁 那没有上一集 是不可能 我们通常把它叫根 那么耶和 叫根 OK 有一次 如果我们想看某一特定的 键的什么数据时 你可以使用类似一种 最简单的方式来键过滤 比如使用 等F 指定我们要看一个点 Month 就表示 我们看根下的Month 根下的Month 最外层是我们的语法格式 引用模板的 内层代表 我刚才说了 这本来就是一个数据 记得吧 就是一个Jason格式的数据 推车 这就显示我们办的 是把Data Volumes V2 与Data Web HTML 建立起所有的 关系 关系的 那如果我想看 Network Settings 那怎么看 一样的逻辑 我就给 Network Settings 对呀 先从最顶级开始 Network Settings 我是不是就错了 487 OK 这里边相关数据 不通了吗 如果我们想引用 其中某一届 Network Settings Networks Network Bridge 点 IP address 或者你引用 Network Settings 点 那边 IP Adress tänker IP Adress OK 这样就可以单独获取 一个 熔记的 IP地址了 明白吗 对它的 比例格式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格式 咱们在学安斯博士 各位知道 我们在其实 在模板语言当中 是可以使用 所有的正常的 编程语元素的 像什么循环呀 迭代呀都可以 在这也一样 如果我们想迭代 去便利 假如说 我们有一个借的值 是一个列表的话 我想去便利 这个列表的所有语元素 是完全可以使用 假如Range 这样的 这样的关键词 来指定说 我们要去便利 我们要迭代 所有语元素的 有兴趣你去了解 各种各样的语法 我们这儿 就使用这样的字串 就能简单过滤 大家能够使用 到这个地步的语法 各式可以 好的 这我们Dotter Inspect 这个秘密 我们去获取 自己关注的 个别数据时 那我们要想过滤 某个字段 或者某个K 给他们过滤 大家明白即可 OK 另外 大家试想一下 既然一个Dotter容器 能够与宿主机 就是一个Dotter容器的目录 能够与宿主机上的目录 建立关联关系的 请问 那我可不可以让两个Dotter容器 同时关联到宿主机的 同一个物码 是不是可以啊 OK 那这样子其实就实现了什么 没错 他们可以实现 共享使用 同一个存储券 而且也能够在容器之间 共享数据了 事实上就让它俩 挂在同一个存储券 直接让他们的文件系统 共享 还是很有难度的 但他们都去共享 数据上的同一个Gem 是没有问题 我来看一眼 我刚才起了第一个容器 是那是Data Volumes V2 对吧 然后再起一个容器 叫V3 但它仍然使用V2的数据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是用 Dotter Run Data-name为V3-i7-rm-v 我们指定为Data Volumes V2 关联日本地的Data OK 那么镜像VZBox 我们去Rs Data 你们看见的数据也在 而且我们在这里做的修改 另外一个数据 一定能看见 我们编辑一下 Data下的 Index-HTNL 在底下加一张信息 比如HR FData Volumes 加一张信息 这是来自于B3容器的 不错 那意思是B3contenter 到此以游转 OK 弄得错 好 B3contenter 好的 我们在B2内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Beta Web 跟它 对 往来路径不一样 Index就没有 B3肯定的 没问题了吧 所以两个容器可共享 同一个存数据 既然如此 我们就有了一个 很好玩的玩 大家想象一下 两个容器要共享 同一个存数据 那我们能让三个容器共享 肯定是牛这口题 那既然如此 假如我们期望的是 能需要 或者在有限程度中 需要让多个容器 使用同一个卷 但是这个卷到底在哪儿写的 我们每次都得在 对应的容器初始化的选项 当中使用 刚刚刚才指定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不想 记住这个路径 Dopper还支持 去复制别人的存数据路径 比如在第一个容器叫B1 叫B2 假设 我启动第一个容器叫B2 它定的一个存数据 比如容器内是什么路径 速度机上是什么路径 这是定好的 对不对 在我启动B3时 要使用跟B2一模一样的存数据设定 怎么办呢 可以初始化B3是直接指定说 我要复制B2的卷设置 我要使用跟B2一模一样的存数据 就可以了 它就不用再记录 非得在自己指定使用存数据了 所以以后可以这么玩 我们找一个容器 起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什么事也不可能 甚至不用启动 我只是创建了它没启动 它只要再就行 它就不用启动 只要再就行 只不过在创建这个容器时 我指定了 它该使用什么样的存数据路径 但它都不启动了 以后就放这了 作为我们接下来启动 其他几个有关联的容器的 基础架构容器 基础支撑容器 所以我在启动 真正有实产作用的第一个容器时 去复制它的存数据设置 那明白吗 那因此 随后再从第二个也去 复制它的存数据设置 明白了吗 那因此 好处在于 上面这两个券 这两个容器 是不是就一模一样的存数据设置用了 它们就通过这个 底层的基础支撑容器 获得某些环境设定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 存数据这一个用途 就这么去大张旗鼓地搞 好像有点大彩小 有点动作太大了 事实上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叫 John的containers 叫联盟式容器 还记得吗 联盟式容器 还能干什么呢 没错 共享网络 共享同一个底层的网络 名声空间的 包含了什么 UTS Network 还有IPC 所以这样子 如果这两个容器 就是建立 本来就有比较密切的 关键关系 我决定位置 比如我们要搞一个 要设计一个NT 想象一下 Endings加Toncat Endings对外提供服务 是不是够了 Toncat有没有必要 对外提供服务 没有必要 那Toncat的指服务 是与谁 指服务与谁 Endings 是不是 OK Toncat的警示 向Endings这个 反带提供服务 你知道吗 讲什么回事的 好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让 Endings对外提供服务 就行了 那这样子以来 大家也没发现 他们两个 共享同一个底层容器 所创建时使用的 网络名声空间 因此 Endings和Toncat 都应该有什么地址 这两个容器都应该有 使用同一组相同的地址 比如有对外使用的 一个网络地址 也有L-O接口之外 这个我们在上级看讲 对不对 所以 Toncat只监听在L-O上 的时候就行了 让Endings能访问到就行 而Endings可以监听在 对外同学地址上 所以这么一来 所有用户想访问这两个容器 得先到谁 Endings 有Endings反带这儿 Toncat就够了 还可以把Toncat热容器 因为它只服务于Toncat 因为它只服务于Toncat 不是吗 又一层机没关系 建立起来了 所以NMT就这么阻止起来 而且T和M还不需要对外坚听什么端口 只向内部部的狗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东西联合着特别像一个虚拟机 不是就像一个专门的主机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机 只不过这一个主机上只跑了三个进程而已 一个Endings 一个Toncat 一个MaryDB 没问题吧 因为它对外同一个主机名 同一个域名 同一组IP地址 能说是不是同一个主机 好的 因此 将来我们期望把几个关系紧密的容器 组织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们这样往柔起来 让它们共享 网络形成空间中的三个是吧 IPC Network UTS 除此之外 它们还可以共享什么 存储具 网页 如果放在了某一个路径下 你的动态 静态的都打落在一块了 我们说过 让Endings要直接服务什么 静态的 它们可以处理什么 动态的 它们在同一个目录下 你说怎么让它们同一个目录啊 存储具券 对不对 使用存储具券 挂在同一个目录路径 因此 我们让Tomcat扔进来 或者部署给Tomcat的任何资源 用Endings使用同一个目录 是可以直接都放到的 存储具的好处 在这也显现出来了 没错 这种组织方式 确实是我们将来来构建 此类应用时的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利用法 终于可以揉到一块了 这是我们讲到的 今晚的content点利用法 到底我们怎么能够让一个容器去复制另外一个容器的存储具券 把它去拉合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各位看 如果要复制其他容器的券 如果要复制其他容器的券 刚才使用Don't Run的时候什么选项 什么选项 叫Don't Down Evolving from 我的意思是 我直接去复制一个已存在的容器的券 就可以了 而不用自己使用杠维言定义了 从而就拥有了 变得一模一样的据设计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的假设 很显然我们做一个底层基础支撑容器 定义好了券 定义好了我们名称空间 当起到N一个词时 加入它的我们名称空间并复制它的券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方开的也是一样 加入它的名称空间并复制它的券 那就OK了 好的 所以我们以后就可以做一个 这次我们更是一个 做一个专门用于做基础支撑的容器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Docker Docker Rod 当内容加工具叫Infra 就表示叫基础支撑容 Infra Contender 能理解吧 OK 叫Infra 二号呢 要使用 当IT就不必了是吧 因为有打算交互时进入它 你现在可以不用启动它 我们看到不一定在收益感觉还精神 好的 那接着我们可以 为了出效果 这次还加上当IT的 大家可以看见 二号呢 干V 我们给它指定的卷路径是 速度机上 专门给它提供的一个路径有 在我们的Data Volumes 比如我们有一个 Volumes加上容器吧 我们容器叫Infra Kan 这个容器的Volumes 甚至我们如果卷还有多个 你可以加上1234 对不对 来用它标记 能力越好 假如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只有一个叫Volumes 好了 关联至容器内叫Data WebHtml 这是用来提供网页的 DataWebHtml 然后 Volumes 就是我们使用的镜像 这里我们不用去删除它了 底层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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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表 我们就删除 好的 那在第二个上面 我们再去启动一个 endix 假如说 假设它叫endix 的容器 所以我使用刚刚 name endix 后面 它要加入到 infra的什么 网络中白大家还记得 我使用刚刚什么 Network 设定为 做container 指定为叫 infra 看 我们要指明它是 哪一个容器 对吧 这表示我要使用这个容器的网络 然后 -V 但是不要什么 什么 Volume 是 谁呀 叫infra container 这里不需要加 不需要专门指明它是 container 也直接指明 容器名称即可 二号 如果你要交付 引用 -it 没有吧 这个容器是可以 停止就删除的 如果你有必要的话 - 干嘛 - 人们活着也不加了 - 接下来我们使用 Vizbox 就不使用那个 Vizbox 代表是一样的 代表一下 - 好 这个容器也启动下来了 - 各位来看 - 现在我们来 分辨 分辨一下 - 对Docker 对于 第二个容器来讲 - 对第一个容器来讲 - 是用Docker - 1in4bx - 看一下叫infra - 看 - 这个容器 - 它地址是172170.6 - 对吧 - 二号容器 - 二号使用存储券 - Data if or count volume - Data web - 这就没问题 - 对吧 - 看第二个容器的 - 叫什么来着 - Endings - 看的Endings容器 - 这就是你的地址 - 再一发一份 - 没有显示出来 - 是吧 - OK - 因为这里交往的 - 进来的 - 然后再接着 - 然后存储券呢 - Data web - 什么呢 - Data if or count volume - 这就没问题吧 - OK - 好 - 但是 - 我们在这个容器那里 - 使用infra - 这个 - 你看那个地址 - 172170.6 - 流出头去吧 - 只不过在Docker - InSpec 时 - 它没有显示出来而已 - 它能够吧 - 因此一个基础支撑容器 - 就这么工作下来的 - 但如果有必要 - 你还可以继续成第二个 - 跟我们刚才规划 - 还有什么 - 等类似的方式 - 都去复制 - Infra - 它们设定就OK了 - 但是呢 - 这个 Infra - 是我们随机启动的一个容器 - 其实将来 - 真正做基础架构支撑容器 - 它们需要一个 - 专门的镜像文件来做 - 互联网上有装门这种镜像文件 - 就是让你去做基础架构支撑容器的镜像 - 它不用启动 - 你只需要撑进来就行 - 好的 - OK了 -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 其实像刚才 - 刚才 - 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启动为 - 真正的相关容器 - 这个问题就留个朋友下去 - 以后自己思想 - 就是 - 你真正起一个Endings - 一个Tom Cat - 然后一个MerryDV - 底层做一个什么 - 没错 - 做一个InfroStructure - 我们称为基础支撑架构的容器 - 让它们都复制 - 它的网络复制它的GEM - 最好你做了两个GEM - 一个GEM - 用于存储Tom Cat的网页文件 - 一个英文号 - MySQL的数据文件 - 听明白了吗 - 然后在速度机上 - 可以把你的网页 - 比如说你找一个测试的GST的站点 - 内容自己写的也行 - 就是我们直接粘食 - 它们开始写的内容 - 直接挣到速度机上的目标当中 - 我刚才用的叫什么 - Data - Data - Infroach volume - 那种速度机上 - 你直接把它扔进来 - 不用往圈里边 - 不用往容器里边放 - 因为它反而就是共享的 - 对吧 - 你可以在速度机里边 - 直接把肉 - 把网页扔给去 - 然后使用NDX来 - 把我们试试 - 测试效果 - 但你没发现 - 这里有个问题 - 我们为了组织这三个NMT - 这三个容器 - 你得首先组织一个Infro容器 - 来组织N - 组织T - 组织M - 对不对 - 那我们得自己对这套逻辑 - 记忆得非常清晰 - 理解也非常足够深刻 - 才能到达成这样 - 对吧 - 又回到原件上了 - 如果能有那么一个费率文件 - 让你第一 - 说明要创建的Infro容器有什么属性 - 第二 - 麦威尔地律容器有什么属性 - 第三 - 它们看到容器有什么属性 - 最后 Infro容器有什么属性 - 二号呢 - 母音计刑定命令 - 它们最后组织的可以文件 - 把所有容器按需创建 - 便起动起来 - 明白了 - 这是个所谓容器管理的模板 - 里边我们还可以定义容器和容器 - 跟谁跟谁有依赖关系 - 谁先启动 - 谁后启动 - 明白了 - 这就叫容器编排 - 好 - Docker有一个专门的容器编排工具 - 叫Docker Compose - 来现概念个性 - 叫Docker Compose - 它是实现单机上的容器编排 - 像刚才这种方式 - 就是一种编排应该用到的程序 - 而且Docker容器编排的Compose - 还有一特点 - 它不但能去帮你编排容器 - 它还能帮你先做镜像 - 意思是 - 我们要起这个容器 - 连镜像没有现成的 - 没关系 - 你写这个容器里边先写 - 我们要起第一个容器 - 而起这个容器的坚强来 - 最何处 - 自己根据我们的指令做出来 - 都可以 - 容器线做 - 算是 - 镜像线做 - 容器线启动 - 对 - 使用变盘工具 - 容器线的实现 - 这是Docker中的一个著名工具 - 叫Docker Compose - 不过呢 - 我们需要在讲完Docker Fair以后 -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Docker Compose - 不过我们也说过 - 以后可能不会用它 - 我们应该用的是Kubernetes - 比它更强 - 但是我们了解一下 - 单机变牌确实 - 对我们去使用Docker - 还是有帮助的 - 好吧 -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Docker的券 - 其实非常简单 刚才说过 - 但是这各种逻辑和支撑 - 以它的用法 - 和它的用的长期 - 才要弄清楚